Hello大家好,我是戴雅 一个爱翻唱的美妆体验官 今天这期视频有一点突然也有一点特别 是前两天我的闺蜜突然跟我说 我要给你系眼影 我想着好啊,那我不是美妆博主吗 我又那么喜欢眼影 那我得看看她送我什么 结果今天我收到包裹的时候我惊呆了 竟然是一个这么大的箱子 这什么眼影啊,这么大个箱子 而且我颠了一下也没有很重啊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开箱一下 我已经把我的全装完成,只差眼妆了 来看看我闺蜜送了我什么眼影 这么特别神秘,还不肯告诉我是什么 而且她竟然跟我说 它是冰的,让我快点拆 我来拆了,我来拆了 这里面是这样的 有一个写着什么 voice for you 这是什么呀,你们已经能猜到了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有点水 我先说一下,最近不是我过生日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闺蜜突然要送我这么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眼影盘 还有一袋干冰都已经没了 open 哦,umeki ki voice for you 我哦了一声,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难不成是巧克力吗 不能够吧,一般巧克力不是都要外面一堆什么生产日期 什么厂家什么的,不对不对不对 应该是巧克力吗 那为什么要放干冰呢,如果不是巧克力的话 真的是巧克力啊,绿眼仙踪巧克力 嗨,你说这 我眼妆都空白出来了,结果是个巧克力 掉了一块 那么里面就是这样子的,真的这个配色好漂亮 这块刚才突然掉到地上了,吃是没法吃了 但是要还原一下它的这个原来的样貌 哇,真的很不错,很好看耶 那为了配合闺蜜送我的这盒巧克力 让我迅速的去画一个绿色的眼妆 我换好眼妆回来了 那让我们来吃吃看这个巧克力吧 来尝一个这个 我感觉这个就很适合绿眼影打底 虽然一般打底是最淡的颜色 但是我个人的习惯呢 还是拿这种油腻颜色的做打底 有点像牛奶巧克力 还蛮好吃的 再来吃一个加深色 嗯,这个就吃出来抹茶味儿了 再来吃这个眼尾色 三色成妆 就我今天的眼影 今天我正好也是选了这样一盘绿色的眼妆 来搭配这个巧克力 这盘配色这样的 我正好呢是用了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颜色 来画的眼妆 别说在我吃之前哦 应该看起来是很仪假乱真的了 除了这个是全哑光色的 这个是有珠光色的之外 巧克力虽好可不要滩杯哦 之前我记得某个巧克力的品牌 也是出了眼影巧克力啊 就是它是巧克力 但是做成的是单色方块眼影的那种 我会觉得这样做成眼影盘的话 更有趣一些 更像眼影一些哦 不知道你们的闺蜜 都送过你们什么奇奇怪怪的礼物呢 好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